来学习一下 教练你跟他们一起跑吗 啊 你跟他们一起跑吗 老师你要不要一起啊 对啊 我们一起啊 要不然我一起跑吧 我们 还是老师让我们个两秒 再把我们追过去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以 还是我们前面一点 哪有什么意思啊 完全追得上 我想看到这被追过的那种感觉 让两秒 会不会太长了 一老师让五秒都可以 不行 两秒 比赛是要公平的 公平 好 公平公正 挖 OK 真的 是吗 对 老师 老师刚刚真的让了 老师刚刚真的让了 老师刚刚让了 太快了 太快了 起码我的手 好 太开心了 没有 你们都跑得很好对吧 谢谢嘛 你们不乱 还是正常的最好 对吧 谢谢老师 再来一遍吧 然后你 你这样这里 我们在中间 你不掉了 试一下可以吗 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吗 你们是要挑战 林天老师吗 对 他们欺负我 应该是男孩子可以让个十米 女孩子让三十米 哇 让三十米在哪里 到这边吧 再过去 那不行 你们要在这里起跑 跑到那里 我再跑 好 你们跑到这边的时候 我举手他就跑 苏敏天就跑 预备 好 加油 基本上赶上 太可怕了 教练他有让我们 比如说我们女生跑的时候 一个五十米的赛道 让我们二十米 但是他最后可能还是 会以一个持平的水平 跟我们一起到终点 就觉得说 拿冠军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吗 你们刚才跑到更快 因为我追你们 你们的心态就不一样 觉得今天的运动员 可能当中有一些学生 他的表现会比较更好一些 可能之前他们练过 或者有这方面的特点会 其实他教我们很多很专业的 比如说起跑啊 脚与脚的距离 然后原来是 手不能超越白线 头跟肩膀都可以的 这种知识 我之前是不了解的 但是我觉得 经过教练的指导 我们就获益两多 我觉得他们在比赛当中 只要正常啊 发挥今天所学的东西 能够好好的表现自己 当然 比赛可能不一定说要 拿冠军 最重要的就是体育精神 是最重要的 他这个劲儿啊 蹬起来很可怕 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 他苏林天的 苏林鸡情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这么近距离的 感受到他的爆发力 如果只有近距离的这种感受 才能知道 他这项运动的魅力 最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 跑步训练的神器 叫做NRC 它可是一个训练跑步的完美搭档 希望大家再坚持下去 我们再继续 玉水操 霸雷是基础 好 然后 批刀 留一点欲照 直接就下了 不好意思 请帮助一下我 我一下换个小 thread 没有去 啊 好几习 我一下 用去无炼 太粗了 那胯要正过来 就是刚刚杨宇说的有点歪 好 现在把腿伸直 下腰 下往下 一上雨 一上雨 我先下去了 我们两个 手臂伸出来 漂亮一点 别忘了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美 对了 好 起来 我们进行下一个类型 跳步 站好了 高企总力起来 把肩膀往后沉 小云学过芭蕾那很占优势 对的是的 幼稚操芭蕾是基础 好的 小云 好的 非常好 然后迈你们的左脚 然后往前跳 一 二 七 老师刚刚是给你们侧面了 你们就正面跳就可以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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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明白 跟老师一起做 模仿老师去 对了 跳 对了 对了 好的 我们一起来一次 加油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好的 放松一下 先给你们表演一下 然后让你们了解一下 艺术操是个什么样子 好不好 好不好 大大老师加油 谢谢 加油 好 好 好 大大老师加油 谢谢 我感觉我在看什么奥运会的开幕式 哦 很好看 他是粉丝了 来 大家啊 我先开始教她基础动作 走 然后把你们的头胸挺直了 抬头挺胸 把你们的逻型绕得再圆满一些 对 圆满一些 好 放松 这是美丽的代价 然后呢 我先表演一下 第一个动作是起 一 二 三 对 一 二 三 然后上步 转起 脉步 跳步 对了 大家练习一下 注意一下还是一样的 四个点要正 知道了吗 嗯 哎呀 我这个脚底 我这个脚底 我真的烂掉 好 回来